好的 第四十三屆 威廉瓊斯杯國際籃球邀請賽 2024年 在今天7月16號星期二 預演在新北市的新莊體育館 今天是大會賽 成了第四天 在晚間的重頭戲 精彩好戲 我們來欣賞到的是由中華白隊 對上中華藍隊的台灣內戰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瓊斯杯的戰績 那麼在本屆的中華藍隊 前面的三場比賽 都是拿下了勝利 分別是在首戰擊敗日本 那麼第二場比賽擊敗了烏克蘭 第三場比賽擊敗了美國隊 那白隊的部分呢 則是一勝一敗的成績 好 來回顧一下 昨天中華藍隊的比賽 在對上美國的比賽當中 林秉勝有相當精采的發揮 不管是他的一個切入突破 他從板凳上來 帶給球隊的Energy 帶給球隊的能量 看起來林秉勝 也是昨天能夠贏球的一個功誠之一 沒錯 林秉勝對於 幫助球隊最重要的部分 除了他個人能夠有得分能力之外 他的防守 是讓對手非常有壓力的防守 因為林秉勝防守 最招牌的就是他的壓迫 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雙方推派出的先發球員 首先在中華白隊這裡 林彥廷 莫巴爺 尤愛哲 張家荷 還有吳志凱 那麼中華藍隊則推出了 馬建豪 林秉勝 賀博 韓潔玉 還有高博凱的先發組合 跳下來比賽正式的開始 第一波球權是掌握在中華白隊這裡 沒有輕鬆得分的這件事情 中間莫巴爺黃一下之後 到底線去找志凱 吳志凱的三分噴了進去 賀博 crossover之後 再找馬建豪 小馬祖 進來 Stand Dark 哇 他不是用上籃的 他是硬狠狠地把球給塞進籃框 莫巴爺觀察一下隊友 尤愛哲中間後仰跳投出手巨魚 白隊這個配合 四個正打加上一個台影 這球定了下來 莫巴爺成功的防守 吳志凱往前帶 志凱收球要上去了 很敢挑戰 花籃 競算加拔 是不是感覺有點給中華白隊機會 現在你看暫停回來馬上把 人家知道其實在這一次的手勢飛裡面 好 目前藍隊只有拿下四分 球給中間的賀博 賀博代表跳投 放給了球進 交給賀博 賀博中間轉身 中距離急停跳投 球彈了進去 我們現在藍隊是擺了一個雙位的陣容 陳英俊去搭配到高級 高博排中間 拿到球之後出手得分 因為球迷對他期待也很高 繞過防守之後送信號的高拋出手 這個球被賀博救到 賀博人群當中晃一下之後 拉桿 哇 這個球還有一個加一的機會 高級動作 賀博在空中拉桿 把球給勾了進去 哇 這超高難度 這次去到哈佛大局 的確 賀博帶過來了 中間再給4、5度角 黃一下之後 贏俊外線 跳投出手 空心破瓦 將軍 超少give and go 給到中間 藍少虎的跳投球進 高靜偉 交給馬建豪 小馬外線拔起來出手 三分 藍底下又給 陳宥偉拿回來之後 擦板得分 關來又 從前突破進來 高調去找莫巴爺 黃一下之後藍色再次的出手 打進了 比利潔時間剩下最後的4秒鐘 莫巴爺底線 單手的拋投出手 Follow籃板球 在空中把球給補了進去 球叫以陳英俊 給個地板 再被撥到了 陳宥偉 給莫巴爺 單臂抱球 站上 高靜偉 轉身之後後揚跳投球 球彈了進去 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受傷的關係 賀丹就是今天移動感覺比較慢 這裡 白頓拿回來之後還是得分了 加上林秉勝跟高柏凱 賀丹出手距 游愛哲 切入心臟地帶 No looking pass 胡敬豪 再甩出來 取倒送信號 三分球換顏色 將軍 他在中間 傳底線 林彥廷 起跳出手 進了 傳給賀丹 賀丹 他過底線 帶一副跳投 出手得分 防守對位 飛了位的出手 中間找到 莫巴爺來了 現在場上的進去 尤愛哲 撤球 給到籃底下 莫巴爺 漂亮的佩格 應該是要趕緊把贏駿換回來了 贏駿現在也走出來了 所以看起來等一下 中澳藍隊這裡要換人 的確 現在是賀丹看守莫巴爺 他們走到將軍 這兩個人之後是隊友吧 這兩個人 莫巴爺跟將軍 是 對吧 賀丹一對一 要打木巴爺 右邊硬過 前進來得分 長的板 這個球 給到籃底下 將軍 被蓋 這球被賀丹刪了出去 四個 白隊退防也是夠快 這裡賀丹殺進來了 這個球給到了 好球 籃下的配合 再找宋希浩 空中小球帶給籃底下 走到吳志凱 走到吳志凱 吳志凱在時間到點之前放了進去 林信寬 長到前入但是被對到了 重新要擋在他的前面 高波凱拿球 時間快到 林信寬往外給 剩下三秒鐘 林信寬要處理掉了 信寬 球被撥掉 高波凱拿了之後時間到點 這一波中 白隊守得非常好 對 高波凱藍底下塞了進去 這球交給高波凱 高波凱轉身的單打 F1 球交給Adan 荷丹收球進入大根 進了進了進了 應該還是他最後眩進去 是 在籃框上面 停頓了一下 這個球還是滾了進去 原本看起來好像是陰演奧 但沒想到最終還是滾進了籃框裡面 藍紹甫外線出手 鋸 打過來了一個三分 出來藍紹甫 扶頂出手了 鋸 藍紹甫的三分球 噴了進去 全場藍紹甫得到了九分 拿下是客單的出手 M1 底線 往下之後 後仰跳投 王綠祥出手得分 轉身之後飛得位 賀丹 今天賀丹猛啊 他攻下20分了 王綠祥再次出手 再次投進 5858 第三節還有三分鐘 林俊破左邊 前進來了 高敬衛 中間找機會轉身 出手 有了 這區籃框比較遠 球被關打又追到 但是被賀博操走 前面 修卡 Rober 賀博快攻把球塞了進去 Slam 第三節還有30秒 這出手也是比較難 不過投進了 林彥廷 林彥廷的三分 出手進了 馬建豪突進來 自己的出手 陳宥偉 胡敬豪跳投出手進了 在三分線上的命中率也 也是不太理想 回給 來了 高先生 Slam down 雙手灌籃 還是維持四分的差距 球交給賀博 找底線馬建豪 馬建豪三分齊了 出手進 陳宥偉的方式還是非常有機 單臂的大灌籃 這個球 惡魔猛啊 尤愛哲中間停球了 回給蘭紹甫 蘭紹甫打半球 對抗蘭紹甫 蘭紹甫頂得不錯 高景緯 沒進 但是高博凱搶一下進攻籃板之後 單身的出手得分 高博凱進去單打 有了 插板球進 五四五號位裡面 這高度的優勢 林彥廷起飛前菜 空中拉桿把球 上了進去 時間剩六秒鐘 要高調球被將軍抄走 這個若側邊的斜防 將軍守得非常強 湖頂 往下之後 帶進一點 競艇跳到頭有了 投進 剩五分差距 高博凱 拿到之後 進攻時間剩五秒鐘 這是一個進攻犯規 那 這樣的話 高博凱也要下去了 而且球權要轉移 到中華白隊這裡 宋馨浩 在湖頂切入 從前突破進來 上籃 受到的干擾 籃板球 籃底下 將軍拿到之後 放了進去 前撲後繼 最終讓將軍利用這個 二波的籃板 又掛毀了這兩分 三分 夾擊上來了 藍隊這個帶球其實 頗危險 很難 不過 這個犯規還沒有進入加法狀態 下來高經緯 犯規了 還是賀丹來發球 發進來 陳英俊拿到之後 遭到夾擊 這邊有點危險 哨音響了 是有藍隊可以收下嗎 對 兩發文文罰進 排第二塊 林恩廷就存在地板上 林恩廷 張布 張布 陳宥偉的出手 就是沒有投進 好 那麼時間到點 這場比賽到此是告一段落 中華白隊的小將 今天比賽是可圈可點 打出一個精彩的內容 不過最終的比數是由中華藍隊 以82比77來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在今天台灣內戰當中 最後還是由學長們 中華藍隊以五分的差距 82比77來擊敗了中華白隊 中華藍隊在獲得勝利之後 本屆的瓊斯杯又拿下了一場勝利 戰績上升到了四勝零敗 那麼中華白隊在落敗之後 戰績則是變成了一勝兩敗